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我是来帮明珠搬点东西回铺子 刚才睡觉 宜爱啊 我差点忘了 客厅有一颗灯泡坏了 这是我新买的 王师傅 以后这个家换灯泡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保重 不是 夏先生 保重啊 夏 夏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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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明珠不是你想的那样 真的 不管怎么样 明珠以后就麻烦你多照顾 你这么说 让我觉得很奇怪也很别扭 好像我是第三者一样 怎么 你嫌弃他离过婚 我怎么可能会嫌弃他 不是 你讲到哪儿去了 其实我很羡慕你 你有一身好手艺 台语怎么说 很有 就叫 灾井 不像我 从小到大只会念书 听父母的话 长大以后就去考公务员 年纪到了就相亲结婚 日子过得很平凡安稳 但的确有趣 我觉得你们两个也不是没有感情 干嘛一定要离婚 是我坚持要理的 你知道吗 其实当初明珠跟我相亲的时候 并没有给我好脸色看 但我觉得 他还是美得跟明星一样 像我这种平凡人 我有靠努力 来离他近一点 就算是我高盼他好了 我总是相信 只要我爱他 体谅他 让他 相信总有一天他会被我感动的 就像当初他愿意嫁给我一样 应该说 我这个人别的不会 只会努力 但这一路走来 我才发觉 有些感情 不是努力就会有 我累了 我还没有放弃 追着一个不爱我的人 真的好累 但我还没有放弃 我希望 趁我还没有太劳的时候 再努力一次 希望这次 能够找到一个真正爱我的人 我觉得 你这个人蛮有趣的 你这个人蛮有趣的 总之 明珠以后 就麻烦你照顾了 要是有结果 别忘了请我喝喜酒 我都跟你讲过 我跟明珠不是你想的那样子 他的心里一直都是你 过不去的那一关一直都是你 你也一样我是